第35章 神医化驼 钦峰与高顺夫妻一路马车及驰 只有马休息的时候 人才休息一下 用了一天两夜 就走了之前需要三天的路程 到达洛阳城下的时候 这匹剑马也口吐排沫地死了下去 什么人 见钦峰与高顺神色慌张 守门的士兵警惕中拦下说道 谋乃钦峰秦子晋 乃是洛阳的预长 钦峰可不想误会说不清楚 急忙拿出官牌说道 哦 原来是秦大人啊 钦峰虽然是个没品级的官 但却在洛阳有些名头 守门士兵急忙让行 秦峰让高顺看好马车 独自进洛阳城 便见了几个无赖模样人 蹲在墙根晒太阳 喝道 你们几个给我过来 可认识霸城西路展 几位的无赖被秦峰呼喝正说要恼 一听霸城西的名头立刻一个机灵 提供一个小心的问道 这位大哥 霸城西大哥的威名 我等怎么不知晓 那就好 你去通知霸城西 让他马上到我府上来 我又及时找他去坐 还有你们几个 跟我去城外 推一辆马车 事后必有重现 赶为这带大哥姓名 某乃秦峰秦子进 秦峰着急上火的说道 哟 原来是陆大哥的恩公 我等正是陆展老板的属下 某这就去通知老板 这为首的无赖急忙跑去了 这话说的秦峰倒是一愣 老板 我靠 他想起来离开洛阳城时 陆展说过的话 没想到这小子活学活用 也开始自成老板了 人多力量大 些许时候 马车便到了秦峰家门口 此时陆展已经在门外等候 一见秦峰急忙上前见礼 大老板 高顺对这个称呼莫名其妙 卓锦自己的妻子急忙到马车内查看 陆展 马上召集你的手下 去洛阳城将所有有名的大夫请来 一定要有礼 知道吗 秦峰急忙吩咐道 秦峰也就走了四五天 陆展按照他走时传授的现代帮派规则 手下暴增了一倍不止 一见大成熙是自吹的 现在则是名副其实 所以陆展现在对秦峰 简直是五体投地甘心笑命啊 文言恭敬地说道 老板 但请放心 这件事我马上去办 先生 小月儿乖巧地走了出来 这位是我新认识的兄长 他的亲死病了 你快去帮忙吧 见秦峰的吩咐下 小月儿帮助高顺一起将王陵搀扶了进去 此刻的王陵已经昏迷过去了 奄奄一息 片刻后便开始有大夫被请过来 这些大夫都是查看了一番后 皆是摇头叹息啊 内脏受到外伤 汤药哪里能够治得好 走马观花一般 来一个走一个 来两个走一双 秦峰无奈 拉住洛阳城有名的名医张祥 道 张大夫 我有依法 你看是否可行 其实多亏秦峰之前积累的名声 不然 丹号陆展这些人 可是请不来这些大夫的 张祥 素闻秦峰之名 不敢怠慢 言道 秦大人请赐教 赐教不敢当 我家乡有依法 专治内伤 比如这肠道受损 可以切开腹部 露出伤柱 用针线缝合 突以疗伤的膏药 便能痊愈 啊 张祥大持一惊 心道 将人的肚皮切开 不就跟抛斧杀人一样吗 这能治病 他不好意思 说是这是旁门左道 委婉地说道 秦大人 这真是闻所未闻哪 我知道听起来很吓人 秦峰看了看 焦急的高顺 一狠心 实在不行 自己就亲自操刀了 死马当活马医吧 说道 张祥大夫 你可知道 有人将全身麻痹的药物 这 也不是曾听说啊 也许 也许宫里的御医 直到一二吧 来来往往 三五十个医生 皆无法医治高顺 妻子亡灵的病 秦峰所说的一些后事的药剂 他们也是唯所未闻 秦峰兄弟 高顺已将到最后的希望 寄托在秦峰身上 秦峰眼见里面 又一位诊断的大夫摇头 在门口叹息道 唉 这些人太守旧了 一听抛斧疗伤 全跑了 须知 这抛斧手术 才是治疗内脏外伤的 不二法门呐 高顺兄 这位大人所说 抛斧手术之法 不知如何操作呀 此时又有一位大夫 被陆斩手下的小弟 带进府中 闻听此言便说道 金峰抬头一看 这是个小老头 似似方方的脸 眼睛明亮 留着无缕常然 头罩青色方巾 病急乱头一 秦峰便说道 我说的意思是 如果有一种药物 能够能让患者展示麻醉 用刀切开腹部 找到肠子上的伤处 伤口呢 是被剑尸所伤 只要用针线缝合 然后缝好腹部刀口 用药膏敷上 想来这是能够医治好的 可惜呀 一时片刻找不到神医华陀 如果有此人在 一定不似这些守旧的大夫 一定会动手救人的 咦 大人认得华陀 来人疑惑道 对于名人之事 秦峰必须要一副 谦逊的模样 就算此人不在 也是一样 谦逊一番传出去 将来见面也好拉拢 没见那刘玄德 就是靠这个笼络人心 秦峰虽不才 但自问比那个刘玄德家伙演技好 开什么玩笑 也可是磕巴出身的 秦峰便露出真挚的微笑 拱手向天道 神医既是旧人 我长闻起仁慈之名 神交久矣 可惜秦峰福伯 未曾见过神医当面 来人眼前一亮说道 你们真的敢让医生 对病人开膛破肚 也许就会血流成河 一命呜呼啊 这人说的着实吓人 听得一旁的小叶 毛骨悚然 虽说开膛破肚了 就算是挖杆割心 也都在电视见过 可惜大汉无人知晓 秦峰忧愁道 可惜 偌大的洛阳城名医无数 没有一个人敢行此法 秦大人可敢让老夫一事 中年人笑道 哦 不知大夫尊姓大名 那中年人一夫常然笑道 某不才 正是华佗 啊 秦峰大吃一惊 心说不会这么巧吧 这小老头就是华佗 见秦峰怀疑的目光 华从吉芒说道 某近日得麻肺散一方 使患者久伏下去 就会失去知觉 再行抛开腹部 用针灸之法之血 用桑皮线缝合伤处 我有独门疗伤的密药 涂在伤口上 四五日便不疼了 一二月就必可恢复啊 高顺兄弟 嫂夫人这下有救了 陆斩 将这些大夫都请回去吧 关闭大门 不得让人来骚扰 华佗先生 请您快快前进诊断 我家嫂夫人可不能再拖了 秦峰急忙一连串的说道 切开肚子 还真有大夫敢如此治病 众人无法置信 高顺信任秦峰 急忙行礼道 请先生施以援手 高顺感激不尽 其实华佗对秦峰也很好奇 天下期间 真的还有人跟自己想到一处 往日里只要自己提出 这样的治疗方法 所有的大夫都会嗤之以鼻 这个年轻人 果然与众不同 这样的讨厌 再遇 está罚 没有 有很多 有 usando 你们 不时 无分 Billie 华 Radio 回